一架美军行政专机14号傍晚6点53分 飞抵降落松山机场 就在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之后 不到两周时间 又一行美国参众议员来访台 外交部常务次长现身松基 接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等人 除了马基主席之外 而这回来访的众议员们 大有来头包括众议员鲁文索 以及加勒曼蒂、贝爷、共和党罗德威 五位参众议员横跨军事外交碎季 15号将觐见总统蔡英文 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款验 并拜会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实际上亚太小组主席马基 向来跟台湾关系友好 属于美国国会台湾连线 这回访问团来访 大陆也公布了 驻守在日本外海的美国航舰雷根号 再次南下 目前位于冲绳以南海域 也被认为与参众议员放台有关 美国雷根号航舰战略群也南下 那目前的位置是在冲绳的东南东方一带 他跟台湾保持这样子的一个舰载机 可以随时支援的距离 就是配合这个参议员的一个行动的 可能性是比较大 航舰战略群的加入 也就是向中共传递一个明确的军事讯号 对于中共这种军事扩张的压制 还有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定 就在裴洛西访台之后 中共升高军事恫吓 如今美国参众议员接连访台 无惧中国威胁 等同于喊话中国 别轻易越雷迟一步 三连讯员成军节目 越关台湾报道